各位朋友,你是不是跟我一樣坐著矮板凳在綁鞋帶呢? 其實綁鞋帶只是一剎那而已 但是最怕的是坐著坐久了之後 你用坐著矮板凳幹嘛呢? 乾柴有沒有 或者是烤肉的時候做這樣子在烤肉 還有人會怎麼樣呢? 坐在地上叫做觸膝 就跟大家聊天有沒有 坐在榻榻米啦 坐在地上這樣看演唱會啦 聊天這些姿勢喔 這個姿勢就是我說的十大傷腰姿勢的第二名 叫做坐矮板凳或者觸膝長坦的那種坐地上把腳趾著 這都會有一種很糟糕的後果 就是讓你的脊椎變成一種向前擠壓 又叫做腰椎後拱 這樣的狀態 這個情況就是很嚴重的上腰換姿勢喔 為什麼呢? 我們先來瞭解什麼叫做追肩盤 有沒有聽過老豆牛嗎? 老豆牛指的是這個身材變矮 年紀大了少了好幾公分 這種情況 所以我們先瞭解什麼叫做追肩盤 告訴你為什麼不可以長期坐矮板凳 為什麼不能坐地上這樣跟好朋友聊天 這些姿勢呢 我們現在看演唱會呢 這樣都是絕對要禁止的喔 好不好?來我們來看一下追肩盤的故事 這是我們脊椎褲的模型 這個呢說我們的肚子就是前面 這是我們的屁股在後面 所以你們在站面向這個方向的時候 可以看到從我們上面的頸椎一直到下來 而骨頭呢其實中間 骨頭跟骨頭中間 我們可以看到黃色這一塊一塊的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追肩盤 所以不管是頸椎、胸椎或腰椎 都會有一塊塊的骨頭叫做追肩盤 所以從前面看呢 它是一個硬骨加上追肩盤這個軟骨 一結一結疊起來的脊椎骨 而我們這個模型演個紅色的地方 這個就指的是追肩盤突出的部位 所以追肩盤我們來看這個小的一點的圖片 這個呢叫做我們的椎體 就是脊椎底的骨頭 支撐作用叫追肩 所以這兩個脊椎骨的骨頭呢 中間有所謂的軟骨就是叫追肩盤 這個追肩盤呢旁邊一環一環 像洋蔥一樣的感覺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纖維環 而在中間有一個東西叫做水盒 它呢這個東西充滿彈性的 就像油泡盤水盒的果凍一樣 好那它是怎麼樣變成 我們所謂的老豆丘呢 為什麼會變矮呢 所以我現在這個圖叫做追肩盤褪變 追肩盤褪變又叫做追肩盤的褪形性變化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像我們剛才那樣子的 那個歪雕駝背的做矮板凳啊 它會不正確的擠壓我們的軟骨 這軟骨就會慢慢的變得又扁又薄 從這樣子呢就壓扁了 最後就變成這樣 就變成乾乾扁扁的乾背 所以原本在這樣的情況下 它會充滿彈性跟水分 如果姿勢不對呢 像剛才那樣的坐姿 它會變得又扁又薄 所以如果23節追肩盤褪 每一節少了0.1mm 這個人就少了兩三公分 好我們接下來再來看下一個圖 這個圖我們指的是追肩盤突出 突出指的是 如果當我這個人呢 抱歉喔 當我這個人呢 在身體是脫 這是我的屁股喔 這是我的肚子喔 所以如果我們身體是趨著 像剛才那個拱著背的狀態 前面擠後面就往後跑 所以呢 這個紅色的就是示意圖 示意什麼呢 這個水核呢 從中間跑到後方 擠壓到這個紅色的神經根 那這條神經接連的馬尾神經 就我們所謂的坐骨神經痛 OK 所以呢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我們的姿勢不對養成的造成 就是這把你突出 我們了解椎間牌的原理 就是說 如果我們脊椎可以在處於平衡的狀態 它就比較不會退化 比較不會有所謂的退斜性變化 就是退變 退變不只要不變薄 你還會長五次喔 我們來看這張圖 這張圖呢 我們講的叫做做矮板凳 這個做矮板凳的狀態 我們模擬烤肉的狀態 他做低了 這個背是不是很像拱的狀態 來再看旁邊這張圖呢 這時候的脊椎呢 前面就變窄了 中間的軟骨呢 就會變得往後退出去 因為前面窄 後面的空隙就變大了 理解嗎 而這個軟骨呢 就像充滿水盒的活動 哪裡有壓力 它就會散開那個壓力管 沒有壓力的地方移動 所以中間這個水盒就往後突 這中間的孔洞呢 叫做椎間孔 是神經穿出來的地方 所以它往後突呢 突出壓到神經 就變成我們剛才那個畫面講的 做骨神經 那你可能會說 那這麼恐怖啊 能知道往前彎 短骨 椎間盤就往後跑 那不就跑來跑去嗎 不是一直讓我們壓到神經嗎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喔 其實呢 我們的脊椎骨呢 其實這麼多的脊椎骨 它要穩定在一個對的位置 有一個東西叫做韌帶 韌帶就是連接骨盒的繩索 所以只要有關節就會有韌帶 然後呢 在這個身間盤的後方 有一個縱向的韌帶 叫做後縱韌帶 它其實把椎間盤呢 拖住 不要往後突出來 壓到我們的神經 這個叫後縱韌帶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韌帶的結構 好 我們從這個圖來看 那這個圖呢 可以看到 這個是前方 這裡就是我們的肚子 這是我們的後背 這裡是肚子 肚子的脊椎骨跟肌肉中間 本來就有軟骨 這邊是神經出現的椎間孔 那麼呢 它其實這個椎間盤呢 在這個椎間孔中間 有一條這個韌帶 支持著這一條 叫做後縱韌帶 大家看到嗎 但是這個韌帶呢 它其實不會 它其實沒事的話 不會沒有自身的力量 它為什麼會讓我們 椎間盤還是可以突出呢 平常它是保護住椎間盤 不要突出去啦 是因為我們坐姿不對 讓這個椎間盤 變得又扁又薄 椎間盤變薄了 韌帶沒有變短啊 所以它變得鬆弛無力了 所以這個軟骨就會突出去 一切的一切 好 就是在開始 就是什麼原因呢 一切的一切 就是我們自己 在我們之前講的 第一個沙手流量姿勢就是 這樣子腳伸直 之外 第二個我一直認為 做矮板凳 是一個很大的壓迫 這個這樣會讓你軟骨 壓擠壓 往後凸韌帶 會怎麼樣hold住 隨著年齡 你這樣一直壓迫 一直做著堅踩啊 然後做一些 這個坐低的動作啦 或者做這種動作啦 這種習慣啊 都會讓你的後縱韌帶 變得無力撐住 因為軟體 這肩膀變薄了 所以它就會造成 嘴巴突出 所以呢 盛中是各位講 不管有做這種移植 還是你坐低上 你要把身體怎麼樣 打直 打挺 像這樣子打挺 不要去讓你的重量 壓迫在你壓迫的地方 而且你壓到脖子 如果你做矮板凳呢 如果必須偶爾要做一下 輕量還是可以做直 讓脊椎成天更正常的狀態 可是難就難在這裡 當我們人類在站立的時候 這是另外一個力學問題 人類在站立的時候 骨盆容易前傾 坐著都特別容易 怎麼樣 後傾 所以你特別容易坐直 最好 特別容易 特別不容易坐直 最好的話 就不要坐 矮板凳了 關於這個站立跟坐著的脊椎的變化 在第三個山 上腰壞姿勢 我再做說服 OK 總之 第二零的殺手級的 不可 一定要知道的 你從來沒有想到的 就是做矮板凳 跟這樣子 是同一系列 不要這樣子讓你的腰瘦 不要鬆就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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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建議各位 好 回去之後 拿掉這個愛習慣吧 把家裡的矮板凳拿掉 除非做個穿鞋子一下下 那倒沒有關係 不要長時間做矮板凳 家裡如果有孕婦的話呢 尤其特別注意 孕婦生產過後 骨盆是比較鬆弛的 因為有賀爾蒙激素的問題 所以不要讓孕婦做矮板凳 做小凳子 幫小朋友洗澡 這種制式對他的骨盆傷害很大 所以要把小朋友墊高一點 媽媽在洗澡的時候 腳打開 封筆盡量打直 脊椎打直 這樣用髖關節的前傾 來取代掉駝背的彎腰 不要讓這裡支撐 這樣支撐壓直 那當然我 我女兒小時候 都是我幫她洗澡的比較多 當然我幫她 因為我幫忙 我老婆也是 但是我也很喜歡幫小朋友洗澡 所以當先生的 不要讓孕婦喔 做愛板凳這樣洗澡好嗎 OK 好 那今天分享就到這邊 那希望大家很喜歡 身體記得打字 或者不要做愛板凳 不要做地上 小朋友 我叫你你說 我說我 來天下 我叫你 我叫她